在厨房嘛,里面信号不好吃 所以后面抢个单 自夸一下,你看我是不是还蛮有智慧的 又给我派一个单了 这么多啊,两个啊 哇,好重啊 我有点不举了 哇塞,手举不起来 左右转头 请闸眼 哇塞,高额订单啊 老老的饭盒 送到花香花语新花 3.3公里 15.1元的民币啊 出去了,可以吃了啊 50 这个我的是吧 不好意思啊 哇塞,不举了,不举了 这些 330几块钱啊 12人份的饭盒 哇塞 这么多啊 啊,15块钱 3.3公里,大家觉得核算吗 你们是不是点饭啊 鲜花店的饭 对对对 鲜花店的饭 放这里了啊 多少份啊 哎,一共是12份吧 哇,其实好多人在这边工作呢 捡花 现在正式吃榴莲的季节啊 各个地方都卖这种精神榴莲 26 26出了吗 这种这边的就 这种就没有肉啊 所以一般好为 以前 卖水果店的时候 在卖榴莲的时候 这种的 大的这种 我都不要的 这种粗 粗肉绿差 要就是要这种圆糊糊的啊 这个的话 应该是5斤左右 5-6斤左右 然后这个的话大概在4斤 就特别好卖 越肥的越远的肉越多 你看123 这边又四方肉了 嘿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好A 欢迎大家来到好A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啊 是好A在北京市城外卖 起手的第46期 这这附近好像有点装修啊 会有点噪音 不过我们还是真实一点频道吧 那今天预计送餐的时间呢 是在中午的11点10分到2点10分啊 今天这一期46期跟45期相比呢 今天送餐的这个情绪啊 就是今天比较开心一点 哈哈 就是精神状态也比较好一点 昨天的话就有点昏昏沉沉的 然后心态上面还有心情上面就是 不得劲 不是在那个状态之下了 所以呢 今天就恢复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带给大家嘻嘻哈哈的一起 今天啊 就想要跟大家 简单的稍微说一下 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是看了好A 关于送餐的视频 然后还有我的生活计划的一些视频之后 这些网友真正的进入到我的生活 我有觉得我的生活过的很特别 特别的辛苦的那种感觉 我想跟大家讲再解释一下 就是看我视频还是有不少的一些新的观众 看我的视频对吧 因为我主要是做日更嘛 可能漏了一几期 然后并不了解我真实的状况 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尽量看完视频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底下留言就是很多老观众互动这样子 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以真实的状态 去跟大家聊聊天 把大家当一个朋友 如果是在北京的网友 想要就是肉体的面对面聊聊天等等的 好也是可以的 我并不会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什么 担心你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是不会的 然后我想跟大家讲 我是从2015年的4月还是5月份的时候 就来江苏这边工作了 到北京来的时间大概是2017 还是2018吧 这个具体时间也有点忘记了 反正呢 我在大陆这边已经待了89年左右的这个年头了 所以呢 我不是像是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说 在台湾混不下去 再跑来北京这边送外卖 是在台湾混不下去没错 但是送外卖这件事情的话是 2023年才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我的主要的工作 还是在各大平台上面 拍摄自媒体多一点点 主要还是希望你真实的方式去跟大家当好朋友去呈现 跟大家去互动 你如果觉得我送外卖 就是很辛苦 我专门多少钱带入我这种真实的这个状态的话 我想跟大家讲两点 第一点的话 因为好是兼职兼职送餐的状态的话 跟其他的职业送餐的有团队的是不一样的 像是美团重包的起手相对来说的客单价 跟平均配与到我们身上的这些订单 没有像专业起手那么多 如果是我是兼职 我是重包 我一个月可以干3000对吧 专业起手的总工资应该可以到4000多一点 就像是乐跑 平均一单基本上的多我们这些重包1.2元到1.4元之间 我是说在北京这边的状况 真实的专业的送外卖的起手的收入 绝对是比好味还要高的 这是好味必须要澄清一点的 第二呢 我是利用就是每天抽一个时间段 因为我现在探店吃的也很肥对吧 利用每天找出一些时间 然后出来外面运动一下 然后兼职 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产业 认认真真的把自己投入当做一个外卖起4元 然后去送餐的这种感觉 前面有点讲太多解释的非常多 我基本上都会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任何的好奇不理解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就开始送餐吧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点18分 然后我刚刚11点10分上线了之后 一路就往北骑了 因为我总结经验 我感觉是在南二环跟南三环这附近就是待着 这边呢在用餐时段 或者说在低谷时段呢 可以往东跑 往西堡 往北到那个天潭公园 被进入东城区 西城区或者是往南跑 到南三环南四环这边的这些路线都可以 所以我就一上线我就 闪电班的就往那个这个 北面跑平台给我派了两单 就来这边取好的第一单 门矿胡同大连火烧 已经好几期开头都来这边取了 不过取他们家的有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说大连火烧嘛 这些东西都不是像不像盒饭那种 都已经做好的 这都是得现做的 然后如果是刚派给我的吧 可能是 可能是得在这个店里面稍微等一等 美团十三好了吗 十三 现在才做到十一是吧 那已经要等下了 之前来这边吃 吃他们家 我是印象蛮好的 他们进来也是刚来 我就在门口等个五分钟再进来 为什么不在里面等 因为 因为那个里面信号不好 在厨房嘛 里面信号不好吃 所以后面抢个单 自夸一下哦 你看我是不是还蛮有智慧的 又给我派一个单了 2.9公里平台给我6.2 中午的时段金额就高一点 他在里面点出餐了 我赶紧去取餐吧 现在目前是有三单啊 好好向前跑 美团十三 美团十三好了吧 看一点 那个做好了 拿走了 对吧 耶 烤鱼的第一单啊 速度挺快的啊 我只等了五分钟左右而已 他就好了 再去取别单吧 加油 来 这个沙子口路这边的美食城啊 基本上 每天开头都是来这附近取的 这边取好一个 第二单跟第三单啊 刚刚自己又抢了一单顺路的 里面有点闷 这里面感觉好像商家又变少一点了 大先生小碗菜45元 这么多啊 两个啊 新 这边还有一家 善小货鲜果料理啊 哇 好重啊 我有点不举了 哇 手举不起来 嘿嘿 取到了啊 两单啊 好一个第二单跟第三单啊 来到边上 刘家瑶北里这边的楼兰都 私入美食啊 景泰店 这边取好一个第四单 外卖 外卖 8号 8号 谢谢啊 谢谢啊 嘿 四单就可以了啊 四单我们就开始送了啊 四单是最稳的啊 最不容易超时的 单量 对我来说啦 八号位的第四单 送到 天坛西胡同 这边有一个 酒店吧 应该是右前方的 这个叫做康泰服务酒店 很显然这是不让送上去的 门口有个外卖存放处 就给放在这边 给顾客拍个照 哦 这里能进来啊 哦 那我放桌子上了啊 好嘞好 谢谢啊 那我就给你放这里啦 我还以为这边没人 来边上了永田园小区啊 就是这边 送第四单 那个 楼兰都啊 烧烤 左前方的这个四号楼啊 走咯 来咯 跑跑跑 向前跑 你好外卖给你送到了啊 来来来来 好 谢谢啊 谢谢 久等啊 送到 右翼东庄四号楼四单元 喂你好 喂你好外卖给你送到了 你可以开门了啊 对你放门口吧 以后去拿这边 请谢谢啊 便放门口啦 左右转头 请眨眼 哇塞 高额订单啊 老老的饭盒 送到花香花雨鲜花 3.3公里 15.1元的明币啊 来取餐啊 应该是这里 叫做老老的饭盒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金额是300多块钱 应该就是这些饭盒 先做的 哇 都做好了 这边一共有12个饭盒 这些全是我的 50 都我的是吧 哇塞 哇塞 不举了不举了 这些 330几块钱啊 12人份的饭盒 哇塞 这么多啊 15块钱 3.3公里 大家觉得核算吗 不过我刚在这边等了 10分钟有吧 因为这个 现场打包的要花时间啊 来这个 百姓菜篮子美食广场啊 这边是西螺园二里 取好一个第6单啊 应该在这里面啊 找到了 烤鸭 19 吃就好了吗 真的吗 来 好 谢谢啊 耶 第6单啊 然后这单最主要是我想要弄一单那个定位单啊 定回到平时送餐比较多单的一些区域 然后就不白跑了嘛 对吧 你们是不是点饭啊 鲜花店的饭 12个饭 放那个牌子那边是吧 好好好 出 好 放这里啦 多少份啊 一共是12份吧 然后有14个餐盒 对就全部的都在这里啦 行 走了啊 哇 其实好多人在这边工作呢 撿花 哇 路中间的岛都开花啦 好耶的第6单啊 刚刚取的那个北京烤鸭 送到这个小区村子里面来啊 跟着导航走的 过一下啊 谢谢 六块到了 导航倒了真的不行 给我倒到这条莫名其妙的地方来 然后我还得绕出去 十柳庄西街 应该是在 这边吗 哦错了 另外一边 耶 喂你好 喂你好烤鸭给你送到了 你可以开门了哈 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行啦我就放中间门口啦 嗯嗯 好了谢谢啊 嘿嘿 现在送到的时间是12点48分 出来送餐的话 大概送的一个小时又40分钟吧 目前总共送的是 送的6单 6单的总金额是48.1元人民币 相较之下还可以吧 不至于太低 额 核算时薪的话应该也有30块钱人民币左右 因为今天接的 有一些订单都是比较远程一点的啊 像是那个15块1的那个也在等 等了十几分钟 好然后现在平台给我派了两个单 是第7单跟第8单 我们就持续加油 来安柳南街这边的白果园啊 取两单 白果园算是在大陆这边的连锁水果店啊 确认 6号跟1370 哦这是6号的是吧 行行好 取走了啊 哇好香啊 新鲜的水果 他们这个水果都价格很满 比菜市场贵啊 精品一点的 还有榴莲 来千百家啊 二楼徐浩威的第9单 好多起手在这边休息啊 起手休息可能代表的是 他们没有在干活嘛 对吧 他们在休息所以呢 也许是单没那么多 25 好啦拿走了 耶 嘿嘿 取到了啊 这是好味的第9单啊 东北这箱水饺啊 送到振兴园的三号楼 耶 太惊险了 一单元 哇 这么巧啊 喂你好 取外卖 好 看你了 请 坐等啊 现在去把第7单跟第8单的那个白果园啊 送一下水果啊 把这个订单啊 送进天移福园里面来 就是这一栋楼一号楼 这边外卖单车禁止路内啊 这是在这里吗 天移福园一号楼 不是你们这里 不是 你往前走是吧 嗯 谢谢啊 刚刚走错了应该是这个才对 师傅 谢谢啊 就送到这里来 一单元 开了是吧 谢谢啊 好 一会就到啊 哈啰 久等了啊 谢谢 耶 出来啦 现在 还有一单 送完之后就没单了啊 到方庄南路 18号院 进来这里面送餐 耶 送进来啦 2号楼 3单元 送水火啊 送水火啊 那我就给他放门口啦 打电话没接敲门没人回 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 然后给他在线对话 拍个照片过去 耶送完了 目前为止的时间是1点24分 出来外面送餐大概是送了2个小时又10分钟啊 我还剩50分钟可以送 一共送了9单 9单目前是65元人民币 距离我的时间30块钱 也就是3个小时又跑90嘛 还差25块钱 25块钱 25块钱 预计还得再送个4单或5单吧 因为现在平台上面没什么订单啊 我就去一些平时订单多一点地方去赚赚 来前面这个优惠家美食城啊 取好味的第10单阿呆炒饭 耶来这边去好几回了啊 8代108 拿走了啊 耶这是好A的第10单阿 今天的订单就比较淡一点阿 感觉这附近没什么单的好多洗手都在休息 准备去送第10单的时候 然后平台又给我派第11单 也是在不皇于边上的这个 罗生罗生便利店来这边取餐啊 2号 好好好 你现在就来拿我的对吧 对 行行行谢谢啊 他点那么多水糕 你是不是拿那个 保冰的袋子包起来是不是 没有 那是袋子吗 对啊那种保冰袋啊 没有 你们没有那我给你赶紧送了 那我给你赶紧送了 都拿起了啊 嗯 那给我点取货了啊 哎 你不知道取货 我们现在要去吃 哦 谢谢 哎 好一个 第11单啊 平台又给我派一个单 也是一样在优惠家 那个美食城啊 赶紧去取 哦 这个啊 优惠家美食城 购月 猪脚版 刚刚在阿呆草版 它的对面啊 112 请拿走了 耶 嘿 好一个第12单 哎 这边 又来取这单的时候 平台又给我拍一单 我都没 默默的又把我的小钱箱给装满了 耶 现在正式吃榴莲的季节啊 各个地方都卖这种精神榴莲 26 26 26出了吗 我也可以帮你拿 我以前也是干水果的 你这单就剩一个哈密瓜是吧 嗯 他这单就剩一个这个 哦 行行行 我着急呢 对 我这都整裹的 这个装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现场打包的啊 还有个栗子 一共6样啊 这个也要打包啊 5...6...好 又來單了 還挺忙 謝謝啊 討威德第13單 討威德老本行啊 以前也是幹水扣的 在裡面等了10分鐘 我的阿呆炒飯都快超死了 趕緊送吧 阿呆炒飯在這裡來啊 李村3號樓 剩2分鐘了 不要炒死了 我不是故意的 阿呆炒飯 謝謝啊 久等了 嚇人 剩40秒 30秒 一直在倒數 準備要扣錢了 龍江豬腳飯 送到百龍世貿商城 第一座北門 應該是裡面 剩下8分鐘 但是我還有其他訂單 我得趕緊幫他送了 好 是不是點龍江豬腳飯 對 對 誰的 好 我們的 行 放這裡了 好好好 走了走了 運氣還行啊 8分鐘 花了5分鐘就送過來這邊了 一進來我就找到了 Yeah 剩下兩單 兩單送完就下班了 哇 把羅生送到這個大魔房文創園這邊啊 就是這邊 顧客等一下出來拿 羅生嗎 來 請 謝謝 謝謝 把那個果多美啊 第13單送到這邊 泳鐵院移好頭 Yeah 送完就下班了啊 現在這單 還有10分鐘 啊 哪邊 天音變位 天音變位 哇賽 來 謝謝 送完了 現在時間是2點22分 大概是跑了3個小時又10分鐘 目前一共是跑了13單 13單 今天好像是沒有超時的喔 沒有任何一單超時 然後今天情緒也比較好一點對吧 然後13單總收入的話是85.6元人民幣 85.6元人民幣 再除以3.1個小時來說的話 那今天一共核算下來的時薪的話 大概是在27.61元人民幣 也算是在最近的平均標準之上吧 今天中午的訂單我個人認為是比較 沒有像是前幾期 在五一假期的結束的一兩天 那兩天來的那麼高 我覺得今天也只是我幸運吧 因為我借了一些單然後 走了一些順路單才有辦法 最後把這個訂單的單 總單量給拉高 拉到13單 其實我平時中午跑的話 3個小時左右 大概都是落在10單最高17單 那13單算是在平均水平吧 還蠻開心的 就是運氣好這樣子 然後好A還會持續的再努力吧 那今天這題的視頻 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好A的小班 你可以幫好A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A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喔 祝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